在丢钱这件事情上 张先生认为是妻子太敏感 误会了母亲 可不管丈夫怎么解释 王女士都不信 她指出 当时丈夫和婆婆就是认定 钱是她拿的 因为自那以后 丈夫开始不信任她了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她就不相信我了 就开始访我 据王女士说 丈夫采用了一系列手段 来限制她对家庭经济的支配 这让她的日子过得非常煎熬 她就把密码改了 银行的密码改了 从此以后 然后经济方面 她就开始不让我管那个经济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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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都没给密码 而且我根本就没有防她 这个事情是自然而然的 就什么呢 就是说她当时发小孩很大了 自然而然没有转那个账了 并没有说那个可以了 哎 你就不管这个事情了 生完了以后 她有没有提出来 还是我来管 她有提案吗 没有 没有 你也没有说交给你了 没有 没有 而且那个密码现在都没变 这个密码很多 她记错了 汗以后来 网银转账不是有一个优盾吗 然后她就把那个优盾藏起来 我说没藏 你说藏了 但是你理解成藏了 因为你心都不舒服 你反正就觉得这个有问题 知道吧 但是你自己想掌控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不说 但是每个月的零花钱 全部是给我信用卡刷 然后用多少 然后她过后来还款 她不会给我现金 我觉得我不自由 信用卡又不是到处 谁处都可以刷信用卡 一点现金都没给吧 给了现金啊 就是很苛刻 我就说了 你买个水果 她就给你30 然后比如说 她身上没有零钱了 给了50了 好 然后她就找你 又说 你帮我买个什么 眼药水啊 什么之类的回来 反正我身上不会留钱 她算的就是这么金 然后说我这样东西不该买 然后那样东西也不该买 说我花多了 她有没有 比如说 我限定你每个月 只能花多少 她有这样的行为吗 没有 不是你没有钱花 而是你觉得心里不舒服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她开始算计了 第一个我给了你的 先钱也给了的 她本来就是在带小孩 就用不了多少钱 大一道就是刷信用卡 第二个 给什么30块钱 50块钱 她这个信用太小了 为什么呢 比如说有时候开车 走到一个水果摊 我再买一件 这里 就是车上面那个零件 而且那个是随意的 并不是说可以的 我就只给了30 怎么样 你关键不是一次两次啊 还有一个问题 每个月都是这样子 持续了几年时间 什么把这个钱用多了 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月 反三千 这个月反四千 是不是 她突然一个月 来个如千齐千 我问一下是很正常的 怎么比平时 这么多出来 我就顺便问一下 就说你真的买了什么 也没关系嘛 这个话都不能说吗 你就这么计较吗 她就不知道 我们还是夫妻关系 我带两个宝宝 我四千块钱 每个月多了吗 那六千七千有几个月 我这里有账单 我跟你说 银行都有账单的 而且那个钱 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住院啊 装修房子之类的 你等会儿你听明白 她刚才的意思了吗 她只是很随意的状态下 我也觉得 钱花哪儿了 这个不是责怪你的意思 更多的是了解的意思 不是责怪我 她是不信任我 对于经济上的管控一说 张先生认为 自己并非刻意 妻子过于敏感和计较 但是王女士心里 越想越不踏实 为了手上能宽松一点 王女士便去自己父母的店里打工 但是因为工资不高 她依然无法安心度日 为了在经济上有一份保障 王女士向丈夫提出了一个要求 没想到这个要求 却引发了一连串的矛盾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每日营养一品搞定 金牌调节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节目继续 因为我没有安全感的 我就要求他把那个 他婚前的有一套房子 我就叫他过户给小孩 然后他不同意过户房子 就说给我买一套房子 然后后来他就逼我签那个协议 什么协议 就说把那个新房子 加他的名字 他就对我不放心了 我没有签 经济委已经隐藏了 我就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你要保住这个房子 他说如果我不签就不返那个房贷 就把新房子租出去了 租金来缴那个房贷 你是没有能力付的是吗 是 我工作的话那个工资很低 他就说让我感觉一下 他说你这个房贷负责一个月几千 难不难受 我感受的是他的绝情 新房子那个房子写的还有个人的名字 而且每个人的房贷 我还我继续在讲 我从来就没说叫他来负担过 他的车重点不在这个关系上 他一直在订了这个钱 我说每个月的费 我说你让房子设计的名字几百万 在你手下我这还什么钱 他就说这个房子又吃不得又背不得 那你要拿去就拿去嘛 我说行 你把房子过我的名字 反正说加过来 当时我是说气话 实际上是 而且那个话题是他引出来的 并不是我直接专门去设计这个 明白明白 那你不是设计的 为什么还用那个协议呢 我说那这样 反正现在设计这个叫房贷的问题了 那就把我的名字加上 房贷还是我讲没问题 他不同意了 不但不同意他反应太强烈了 不和人 我一辈子不和人 那个房子是我的怎么怎么说 那我不会加你的名字了 那对不加名字我可以 就是说你去搬嘛 就行了嘛 反正房子都是你的嘛 是不是 他在做小声音 他有收入 我就停了一个月房款 没搅 好然后他就搅了 然后我说李先生就有钱了 他就说他是借钱借的钱 他后面就八十都不搅了 就说我把他们租出去 最后还是他租了 他同意租了 签车了